你们这些只讲仁义道德 不讲利益的言人 看见这些玄林风光 和真琴异兽觉得怎么样 你们会以此为荣吗 正因为是言人 只能够以此为荣 不是言人 就算有齐这些事都不会快乐 诗经上讲 周文皇虽然用了老百姓的劳力 去修建高台心词 但是老百姓非常高兴 将那个台叫做灵台 将那个词叫做灵剿 以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真琴异兽为快乐 古代的君王与民同乐 所以能够真正快乐 相反就王在位的时候 老百姓说你这个暴君 你何时死 宁愿和他同归于尽 如果老百姓痛恨当权者的话 就算有高台心词 真琴异兽 难道就可以独享快乐吗 仁慈的国君与民同乐 所以可以享受真正的快乐 残暴专制的独裁者窮奢极欲 不理老百姓的死活 结果连自己都得不到真正的快乐 刘师, 这样我就明白了 公孙丑片最能看到 孟子尊皇战霸的强烈主张 他评击当时的君主 表示了他的政治主张和道德勇气 而影响后世最大的就是 自然氧气的人生修养和大丈夫品格 以伟大的情操 评论当时的政治和现实 当然令孟子与一般的政治家有不同的见解 宋国有个人 居然忧心他的道苗 长不大而做出傻事 道苗生得这么晚 真是急死人了 等我拔高他们 生得快点才行 今天真是很辛苦 帮道苗生高一点 真是累死我 你是不是傻的? 让我去看看 我们的道苗全都死了 天下的事理都有一定的法则 刻意去改变的话 往往只是摧残他们 老师, 我不太明白 任何事情的开始和完成 都需要时间去循序漸进 不可能有完美的速成法 如果违反这种法则 就会像孟子所说的骄苗助长 会适得其反, 好心做坏事 以力服人者, 非心服也, 力不瞻也 以得服人者, 忠悦而成福也 用力量去降伏人家 人家不是真心诚服 只是不够力量去反抗 你只是比我大力一点 你有什么那么厉害 对 用德行去降伏人家 就会令人心中喜悦 以诚心信服 王者出于诚心 真挚爱人, 并非要降伏他人 所以得到人家的信服 霸者出于武力征服 用的都是假仁假义 所以人家只是屈服在武力之下 有机会就一定会反抗 好的, 政权 要以得服人 没错 孟子生处的时代 崇尚武力霸主 当时的诸侯羡慕的就是五霸的功严 孟子非常反对 还看不起这种思想 认为霸主只是以力服人 只可以令人口服 不可以令人心服 人民不是不想反抗 只是无能力反抗 凡人家有不忍人之心者 很危险的 无论是任何人都会有人类和怜悯之心 这样不是想直指去结交小孩的父母 没事就好了 没事就好了 也不是想得到人家的赞赏 而是人一生出来 就已经有善良的耐心 每个人都有怜悯之心 没有怜悯之心的人就不是人 没有羞恥之心的也不是人 那就是人人都有善良的耐心 没错 看下一个故事吧 大信有大烟善与人同 当子路听到有人说他有过失 他就会很高兴 是,是,这次你做错了,多谢指教 下雨听人家说一句赞美的话 就会感激下拜 我真是感谢你的赞美 大信比他们两个更加伟大 有善言善行 一定跟人家共同分享 能够牺牲自己的私心 去跟从众人的意向 用人家的优点做自己的典范 这儿真的很热 这只是小意思而已 我乐意为大家孝奴 他由种田、逍遥、捕鱼 一直做到皇帝 都是以他人的优点来做法则 圣言好善的诚心无穷无尽 信比其他人伟大的地方 就是他能够娶人为善,与人为善 老师,我还是不太明白 听到善意的话,就感激下拜 足以证明有从善如流的诚意 听取人家善意的劝告 就马上身体力行自动改过 这样就可以令人顺服 可以领导群伦 孟子与公孙丑对话 孟子准备去朝见齐王 刚好齐王也派人来传话 先生,大王本来想亲自见你 但是他病了,不可以受风寒 听照,大王他会在朝上处理政务 所以传你现在入宫,给他一些意见 真是抱歉 我都病了,不可以见大王了 第二天,孟子要去东郭大夫家吊丧 昨天你说你自己有病 拒绝了齐王的召见 但是今天你又去东郭大夫家吊丧 那好像不太好 昨天病了,今天痊愈了 为什么不可以去吊丧 齐王派人来问候孟子 还派了个医生来 学生孟仲子就应付着说 昨天大王召见的时候 老师还病,今天刚好 他已经上了潮了,可能在路上还未到 孟仲子立刻追上去拦着孟子 对他说 请你无论如何,不要去东郭家 快去见齐王吧 孟子逼不得已 就去了学生景丑家居住 老师在家庭里面有父子 家庭之外有君臣 这些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伦理关系 在父子之间是以慈爱为主 君臣之间是以恭敬为主 我只是见到齐王尊敬老师 但是就见不到老师尊敬齐王 我给你说个比喻 齐国之中 没有人会跟齐王说仁义 难道他们觉得仁义不好吗 大家都知道不是这样 既然知道 又不向齐王提倡仁义 这才是对齐王最大的不景 至于我 只要是正确的人而知道 就一定向齐王陈述 所以齐国人没有一个 比我对齐王更加恭敬 既然是这样 我想问老师 礼经里说父亲叫你 未等到应乐 就一声起床 君王召见 未等到车马准备好就出发 但是你本来准备去朝见齐王 听到齐王召见反而不去 似乎跟礼经说的很不同 对人的尊敬不是流于表面 曾子说过 晋国和楚国的财富没有人比得上 不过他有他的财富 我有我的仁义 富有的定义 各人心中的价值不同 同样表面的财富 又怎能比得上心中的富有呢 老师 那这次我又明白了 那就看下一个故事 在孟子这本书里 孟子总是以不畏权贵的 大无畏精神出现 就算在皇宫诸侯面前 孟子也绝不退让一步 所以经常令那些皇宫诸侯咬无言 有一天 孟子的学生公孙丑问孟子 老师, 你的浩然之气从哪里来的 孟子没有直接回答 只是举刺客不公幼为例 不公幼, 培养勇气 肌肤避刺, 不会退缩 眼睛避刺, 亦不逃避 将刺杀大国的君主 当作是刺杀卑贱的匹夫一样 在军队中培养勇气 有一种特别的方法 叫士兵将无法战胜的事 当作可以战胜一样 如果先鼓量敌方 思虑胜败, 然后至交锋 多数会畏惧敌军 那又怎样可以战胜敌人 所以勇者是无惧的 我的大勇 是因为我有一股浩然之气 老师, 什么叫浩然之气 这就比较难解释 浩然之气是最广大, 最光强 用正义来培养它, 而不加损害 它就会充满于天地之间 浩然之气是意同度的互相匹配 没有它们, 气就没有力量 其中的意是要从内心积累 自我培养产生 并不可以从爱学习 如果有违正道, 令内心有愧 浩然之气就会荡然无存 知道, 心无邪念 就会光明正大 果然是如指可教也 亲人, 远小人 有一天, 孟子好像有喜事 很开心 他的学生公孙丑就问他 老师, 都这么晚了 你为什么还没休息 因为有件事令我很高兴 所以我睡不着 是不是为了乐静子的事而高兴 乐静子是孟子另一个学生 老国打算请乐静子治理国政 我听到这个消息 就高兴到睡不着了 乐静子的能力是否很高 不是 他的见识很广 不是 那你为什么会高兴到睡不着 他乐意听取忠言 乐意听取忠言就够了 乐意听取忠言就足以治理天下 更何况是治理老国呢 假如乐意听取忠言 四面八方的人就算是千里之外 都会赶来把忠言告诉他 假如不喜欢听取忠言 他就会说 行了, 我都知道了 这样的态度和面色 就会将人拒于千里之外 在千里之外的言人不会来 进残言的小人就会来到 跟小人在一起 想治理好国家 根本就不可能 在孟子眼中 治理好一个国家 并不可以单靠执政者 个人的能力、智慧和学识 而应该广泛听取 和采纳其他人的意见 集思广益 这样他只可以吸引 天下有色之事归附 治理国家 甚至治理天下都会游人有余 那就是要亲言人远小人 你明白就好了 古树破万圈 夏宾已如药山 花家遇得好事 昨儿冷海满灯 只想去探遍 不几有缠鱼 不几有缠鱼 三千年青天 两半重哪下 心雨似流水 心马才有桥 你问爱的我是 熟柔 lishing 你 可能 你要 define 给我 你 要 我 不几多 那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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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